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孟范的髮型頻道 那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長瀏海的剪髮教學 在教育開始之前 如何來訂閱這個頻道 先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教學準備開始 Let's go 好那我們現在示範就是 正確剪瀏海的步驟 如何剪完 不會失誤 而且會非常的好整理 那我們在剪髮之前 我們先準備了一個工具 就是我們的分區夾 那這種分區夾 可以找有這種墊片的 這樣再剪起來效果會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修剪的 就是一個長瀏海 然後不用分線 就可以剝的很自然的那種 修飾瀏海 那我們先進行簡單的分區 分區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從頭髮 眉毛最尾段這裡 做一個分線 我們從眉毛最尾段對上來 然後對到我們頂部區 畫一個分線 我們先把瀏海的區域 劃分出來 然後側邊這裡就先用 我們的分區夾 先把它夾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頂部區 劃分下來在眉尾的位置 把側面這裡先夾起來 好這邊就是我們整個的瀏海區了 那這個瀏海並不是全部都剪短 而是它的瀏海區還會有兩側是做臉型修飾的 然後再來中間這裡才是我們主要的瀏海位置 所以這個位置該怎麼弄呢 我們可以先在頭髮頂部區這裡 我可以運用我們額頭的寬度 去來對應這個的寬度 比如說額頭寬度是三指 那我們就從中心點這裡畫三個指節 這裡到這裡就是我們主要瀏海的長度了 好那我們先把這兩個位置分上來 確認這個位置對不對 直接往上畫 多月長度往旁邊放 接下來頭髮直接梳順 梳下來之後呢 我們用手的部分抓著 然後拉到我們下巴的位置 來從側面看喔 放在我們下巴的位置喔 然後剪的時候呢 順著我們大拇指的弧度去剪 剪一個弧形 記得不要剪到自己的手 就這樣剪一個弧形 剪完之後它會變成一個 兩邊比較長 中間比較短的一個長度 然後這個時候啊 我們可以把頭髮稍微集中一下 然後在髮尾的位置 稍微做一點點點剪 增加一點髮尾的揉合感 好這樣髮尾這邊就比較柔和了對不對 第二個步驟 我們再把兩側的頭髮放下來 放下來之後呢 兩邊的長度啊 我們距離剛剛剪的這個長度 大概三個手指頭的位置 然後一樣平行修剪 梳下來你去抓三個手指頭的位置 然後把它做一個平剪 剪完之後你會看到一個摸字型的 這種形狀對不對 我們把瀏海剪過的位置 中間這裡把它連接起來 從短的連接到長的這裡 最長的這裡連接上去 到中間的長度 然後連接完之後 點剪一下 把髮尾增加一點柔和感 OK 這樣側邊的瀏海就完成了 然後另外一邊再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梳下來長的跟短的我們連接起來 連接完成之後呢做個點檢 好那我們剪髮到這裡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最重要就是我們要把髮流改變回來 以及造型的部分 那造型的話我們今天使用的就是離子甲去完成 那髮流該怎麼改變呢 我們可以先拿出我們的水槍 因為一般來說啊 像這種長瀏海或者是沒有瀏海 頭髮很長的情況下 頂部去這塊髮流會非常的亂 所以呢我們在造型之前呢 記得先把瀏海 稍微往後噴濕 把髮根的位置 把髮根的位置 讓它不要定型太多 頂部去的髮根都噴濕之後呢 我們拿出我們吹風機 往後往前前後的這樣去吹動 把它頂部去的膨度啊先吹完整 吹出來之後我再教大家用離子甲做造型 好吹完之後呢我們把剛剛剪的瀏海一樣 稍微梳回來 往前梳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兩側瀏海啊 它這個分線已經都完成出來了 然後我們只要找到我們 臉頰兩邊的頭髮 把它往前抓著 然後角度呢 建議大家用往前拉90度角的位置 然後拿出我們離子甲 離子甲的溫度啊 建議大家可以調整在160到180之間 然後在髮尾的部分 稍微進行夾彎的動作 在髮尾的位置 這樣簡單的夾一個彎度 轉一個彎度之後啊 你直接把它往後撥 它撥開之後啊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臉型的修飾 那尤其像這種頭髮 你只要把它綁起來 它側面這裡啊 就會有一個弧形下來的效果 而且側邊這邊可以做到我們下二區的修飾 像我們亞洲人啊 兩側這邊如果腮板子比較寬的想要做一點修飾啊 又不想要讓兩邊有太厚重的那種頭髮 就可以做這樣的裁剪 所以啊 這一款髮型呢 它是一款你可以不用做任何的分線 你可以左右去撥的一款中長瀏海的一個修飾造型 好再重複一次這一次的修剪喔 我們在修剪的時候啊 頂部區的位置 第一個區域要先劃分出來 我們可以先抓到我們眉毛尾段的位置 往上做分線 分線出來之後呢 抓到我們頭頂三指節的寬度 那這個寬度呢 可以因應我們額頭的高度去做一個設計 那如果啊 你的額頭是只有兩指或一指的 我就不太建議大家撿這種長瀏海 如果你的額頭是屬於比較窄的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撿那種短瀏海或旁分瀏海 這一種瀏海之後再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呢 這一種瀏海適合的在三指到四指節 如果你額頭比較高 那想要做一點臉型的修飾 就會非常推薦給大家 分線區呢 我們只要在頂部三指的位置 去做一個長度修剪 剪在下巴這裡的位置 接下來把其他的頭髮放下來 剪在我們三指節的長度 大家在肩膀上面的位置做一個修飾 這樣他放下來之後啊 他就會有一個弧形的長度 然後可以做到臉型的一個修飾效 這個技巧你學會了嗎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最後送大家一句話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 你需要開始才可以很厲害 有其他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做留言 我會一一回覆給大家 如果沒辦法回覆的 我在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對諾曼使用的產品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點開影片下方的顯示更多 以及更多內容 就可以點選我們的賣場及表單 直接做訂購 下方連結也可以追蹤諾曼的IG及臉書 每天發布最新的動態以及髮型作品 如果想找我們改造髮型 也可以點選我們的線上預約系統 我們在台南有三個據點為大家服務 喜歡我的分享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